連最基本的考試都沒有辦法把它辦好 出了大包 我們教會部的長官們在做什麼呢 講到課綱的時候 大家看起來戰鬥力十足 精神百倍 怎麼扭曲事實 怎麼避重就輕 黑箱作業 這些人 那可是厲害的 經驗百倍 戰力十足 但是 這麼重要的一個考試 竟然出現提早收券的這個情形 我們認為這個事情影響考生證據 教育部難辭 難辭其咎 部長不但應該完全負起政治責任 對相關失職的這些官員 查明並懲處 更重要的 我們要求教育部 在24個小時之內 一定要提出 妥善 公平 能夠保障學生權益的補救方案 如果連這樣都沒辦法做到 我們那位部長就乾脆下海算了 全台灣我們經過無數次的考試 從來也沒有聽說過 考試還沒有結束 就提早收試券 怎麼會發生這麼離譜 嚴重的錯誤呢 今天教育部有一個說法 他們說 在4月30號的時候 有行文給各個學校 通知他們更改了原有的作業要點的版本 但是我們今天上網看了所有的考區 他們的網路裡頭的考監事委員的作業須知 都還是用這樣子的版本 這個版本的內容是什麼 所有的先考老師都已經進到考場了 如何作業 這個要如何作業 在4月30號 教育部說 會考的事務委員會 又有傳了一份資料 新增考試結束 終身詳起後收券 我們要問 4月30號到5月16、17 還有將近半個月的時間 請問 你教育部在做什麼 你有兩套版本 不是應該趕快去做一個溝通協調 把所有監事人員手中的資料 要變成一個版本嗎 我要跟教育部說 這一次的問題 樓子真的統大了 所以 我們在禮拜三教育委員會 我們正式變更議程 我們在禮拜三 我們邀請教育部 到我們教育委員會來做專案報告 針對這一次國中教育會考事務嚴重 疏失的檢討 來提出專案報告 還有如何補救 來做專案報告 我們希望教育部長在當天 不要再一問三不知 再把所有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我們絕對要究責 如果教育部長 你還是用這樣子漫不經心的態度 我相信我們絕對要求你下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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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了 我們最終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